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降伏我们那个虚妄的心 要会降伏其心 降伏那些虚妄不失的心 要会降伏它 怎么才能降伏 就是你要常常保护这个心 才叫学道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 挂去做事业去了 挂去夫妻的家庭里边 讲恩爱去了 恩语讲流利去了 忽略了这个 信念看不透彻 看不清楚 就这么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念头 所以就左右了一个人 猜忌心 傲慢的心 可是供高心都会出来 就是这么厉害 所以我们学道的人 要学的 为什么说要叫看破 很多都是这些小事 心里头 隔到心里头就抓住了 就抓住了 一事入心 摆摩葬生 所以我们授明十一点以后 明白了 明白了什么 就是自己的信念 这个心 跟上天的那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 而不是两个 是他当家 是他做主 把这个主人看好 他才是真我 一保护这个心 那些个 有虚往不失的心 自然就会幸福了 我想对这一点上 希望大家要好好的 了解他 明白他 认识他 感谢观看